自己的人生白胎 大家好我是美玲 上个世纪的香港呢 不管是影视圈还是音乐圈 可谓是巨星辈出 不过仿佛伴随着诅咒一般 香港娱乐圈中 十年就会雨落一颗巨星的说法 也一直在上个世纪环绕 2013年 1993年分别都是巨星雨落 当然1983年也逃不过这个诅咒 巨星复生呢 便在这一年因为车祸去世 复生的出身很不错 作为富商张仁龙的儿子 他从小接触的东西都是比较优渥的 这一样成了他活泼自信的性格 后来又被张彻看中 饰演了仇怜欢中的角色 从此之后走进了娱乐圈 之后更是因为长相混血 性格阳光 慢慢开始得到更多的戏份 之后呢 更是因为出演了方氏玉系列 而开始逐渐走红 在事业发展巅峰的时候呢 他结识了真妮 两人组成了家庭 真妮在当时也相当的有名气 我们熟悉的歌曲呢 鲁冰花便是他的歌曲 所以两人算得上是门当户对 虽然生活幸福美满 不过由于复生是武打明星 所以常常面临危险 在29岁的时候 因为车祸去世 当时轰动了娱乐圈 许多人都为他感到了惋惜 甚至很多人都认为 他和李小龙的离世一样 充满了意外和阴谋 不过究竟如何呢 我们没有人知道 更让人震惊的是 复生的妻子真妮 复生身为武打野员 提前冰冻了自己的精子 在他离世四年之后 真妮用他冰冻的精子 生下了一名女儿 为了证明自己对复生的爱 他这一生都没有选择再婚 而他本人也表示 在复生突然离世的时候 他感到绝望 如果不是能够生下女儿 或许呢他没有活下去的动力 如今真妮表示自己 希望可以退休之后 可以和自己的好朋友一起生活 至于再婚 他表示完全没有想过 毕竟生活已经如此了 这一生呢 有过挚爱 再找男人 他也就不愿意了 如果复生没有去世 或许他们早就成了 人人羡慕的神仙眷侣了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